戒指我比較喜歡 這個方塊戒 日本最近很紅的彩妝品牌 安都比的 一個可愛的小水桶包 很可愛的捲邊上衣 它是透明然後閃電曲線的 這件我超級喜歡的 然後容量還普大 嘿這裡光線很好耶 我的占利品 一整組的這個韓國Neoflame的國具 早安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一週穿搭VLOG 其實呢我已經大概有 應該有兩週沒有拿起相機紀錄的VLOG 就是之前拍了應該有兩部一週VLOG吧 然後都還沒有剪出來 所以我就最近想說 我不能 我這拍下去 拍那麼多久我都剪不出來 然後今天特別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 我臉上的妝 來給你們看看我的最近的新東西 是這個 日本最近很紅的彩妝品牌 安都比的 今天用了它的遮瑕 這個 還有 我臉上這個很像水光感的打亮膏 哇我覺得這個打亮膏很特別 遮瑕可能 在鏡頭前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主要跟你們分享打亮膏好了 它是有點水光感覺的 這個水光跟一般那種粉狀感真的不一樣 它是濕濕的質地 會這樣濕濕的 然後它的光澤感是很服貼的 這樣 我一直覺得這種濕濕感的打亮 很容易顯得臉太膨或是臉很圓潤 我不確定 可是目前上這個的效果 我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只是它就真的蠻挑天氣嘛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天氣很熱的時候 這種打亮感會不會很容易消失 然後也因為我今天用了這種濕濕的打亮嘛 所以我的腮紅就也用算高狀質地類型 就是比較濕潤質地的 奶霜質地啦 今天用的是MAC這一個 奶霜奶凍腮紅 對這個叫奶凍腮紅 蠻久之前的產品 不過現在再拿出來用還是很喜歡 我本來還想說這個放了 應該有一年多了吧 不知道會不會乾掉 可是我用起來是覺得還好 它上起來的那個 質地還是跟當初一模一樣 然後我上的顏色是 Light's Peachy 就是一個蜜桃色 這樣子 然後打亮膏應該沒有分色號吧 打亮膏就是Andobe的 膏妝打亮 Andobe我還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東西是 他們的染眉膏 我覺得Andobe的染眉膏好好用喔 這個是那種很橘紅的色系 就是它的橘紅色是真的可以把眉毛染的 顏色很徹底 而且它的質地不會太濕 因為有一些染眉膏它的質地太濕或太水的話 真的很容易塗到皮膚 然後像我之前也蠻喜歡那個 AM的染眉膏 像我之前也很喜歡的染眉膏是AM的 然後AM的染色力也很好 它的顏色會比較亮一點 可是它這個的質地會比較水 所以我其實在用AM的染眉膏的時候 都要蠻小心的 可是它染出來的效果是能夠把眉色變得比較淺 那Andobe的話它就是屬於 我覺得如果你有在看日本雜誌的話 可能可以想像 就是現在日本雜誌很流行 很有顏色的眉毛 例如什麼桃粉色啊 粉色系啊 或是很橘色系的眉毛 日本現在很流行 昨天呢我收到了我提早非常早的生日禮物 是Apple Watch 跟大家說我的生日是6月底 可是現在是4月底 男友其實之前就有問我想要什麼生日禮物 然後我們都一直有在看Apple Watch 務實的摩羯男友就說反正遲早都要送了 那就乾脆現在有空就乾脆帶我去買一買 所以我就獲得了我的Apple Watch 這個其實我已經開過了啦 這個是它的盒子就不給大家看了 然後我選的是 就是型號是Series 7 就是最新的 然後我選的是小的 41mm的大小這樣子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喜歡代表的人 可是 Apple Watch不一樣嘛 它其實是一個智慧型裝置 所以它可以幫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或是可以帶更多方便性 這個我就覺得我還蠻想嘗試看看的 沒有什麼目前沒有什麼太多的使用心得 所以就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這個喜悅 最近收到的新東西 這樣 今天的穿搭 我今天 今天上半身這個 小花Polo 3 這個是韓貨August的 我覺得它這個好可愛喔 這是粉色底 然後小花朵 小碎花的感覺 而且因為是Polo零的關係 所以不會覺得看起來那麼像小孩子或太孩子氣的感覺 不過它這件比較貼身一點 可是我穿起來是覺得還算舒服 然後帽子我就配個同色系的帽子 霧玫瑰粉色的帽子 這樣 然後下半身就是隨意穿一個牛仔褲 這件是YPCC的 這樣 今天真的就是屬於 我覺得我比較懶得穿搭的時候會穿的樣子 因為之前啊 就有人問說如果懶得穿搭的話會怎麼辦 或是會怎麼配 大概就像我今天這樣子 就是 就是有穿沒有特別搭 然後穿得比較隨興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穿個 拖鞋 拖鞋是去年含貨的 所以目前沒有了 這樣子 我剛剛早上先去打疫苗了 就是我剛剛拍給你們看那樣 因為我其實就是昨天臨時看到 我家附近的診所有疫苗 可是最近的疫苗非常非常的缺 就是大概都只能打10到15位而已 我就想說一定很多人在排 因為我最近都有晃 去做診所晃晃看然後問問看 基本上有確定有疫苗的診所 他們都要排隊排很久 然後我今天就6點起來 6點出發去診所 大概6點多一點到 等到8點才開始打 我等一下先去參加活動 然後接著我要去染頭髮 再來我晚點要去拿我配的眼鏡 因為之後可能有機會可以 跟那家我覺得還蠻文青蠻有質感的眼鏡店合作 那我等一下先去拿我已經配好的眼鏡 試戴看看怎樣 這是我今天的行程 然後呢來跟你們報告一下 我今天的唇彩 今天唇彩呢這個是我 之後一定一定會有影片要跟你們分享 是恩手的唇膏 他們家呢就是走純素純天然彩妝 然後是台灣製的也是台灣品牌 我現在擦的是230號優藍 他們家的唇膏呢 基本上都是呈現這種比較霧面 然後附著在唇上的這種類型 可是也因為這樣其實它的持久力很好 再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我今天的飾品 我今天手上的戒指呢 戴的是Mini Matters的 Mini Matters跟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飾品品牌聯名的耶 就這一個 這一個 我有點忘記這個品牌叫什麼 然後他們就推出了戒指啊 然後耳扣 耳環 有耳環嗎 主要是戒指和耳扣 然後戒指呢他們出的兩款 但是有不同顏色 但我基本上都包了 戒指我還蠻喜歡的 它是這樣子弧形的 有點不規則形狀這樣 那另一個是這一個 另一個它算雙環戒 我本來以為它會是一起的喔 結果它是分開來的兩個戒指耶 所以其實也可以分開來戴 它是這樣子的 金銀混色的 單一個戴 或是像我這樣疊著戴 剛好這個戒尾是比較小的 因為我最近其實一直找不到很適合我這個 無名指的戒指 就大部分的戒尾好像都比較適合我的獅子或種子 然後一直找不到剛好可以適合無名指的戒指 然後這個就卡的剛剛好 這樣 然後呢再來另一隻手 這個是戴AK的這個方塊戒 再來是我今天的手勢 手上的飾品呢 這個是之前在United Arrows買到的 然後這邊就是戴我的手錶 然後另一個配件就是選一個透明手環 我現在其實真的還不知道我手錶到底要配什麼飾品比較好 因為好像不太適合搭配這種有金屬感 不然可能會兩個撞擊 可是我又找不到一個很適合配它的飾品 所以目前最近是先戴這個 因為它這個是這種塑膠的 比較撞擊到應該比較沒關係 這樣 啊對耳克也給你們看一下 耳克也是mm的 這邊我是戴這個 這種也是有點像雙環的感覺 然後這個其實它本身是有兩個的 它還有一個小的這樣 就是你可以一起戴 可是我發現它這個太小了 所以我剛剛怎麼卡都卡不進我的耳朵裡 不知道是不是耳朵形狀的關係 所以這個我整個就是完全無法戴 我只有辦法戴這個 你們看我耳朵都紅了 就是剛剛弄出來的 這個就是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它好像也沒有辦法 搬開 它又是死的 這樣 再來另一遍也是他們這次的新品 這就是這種胖胖耳扣 這個戴起來就剛剛好 卡的比較好 這樣 大家就是買耳扣自己也要爭作一下 因為他們的飾品件其實也不是很便宜 就是每一個都要一千塊左右 然後我竟然有一個無法戴 傷心 今天的穿搭 我今天是走一個白色系 卡其色奶茶色風格 裡面這件變形從洋裝呢 這件是No.11的 然後我外面搭配了一個 這種橘皮的背心 這個是韓貨August的 這兩件非常非常搭欸 然後帽子是Tina Jojun的 這個我其實在IG上面戴過蠻多次了 這個帽子呢 米色和黑色我都包了 所以近期我應該會非常非常常帶這一頂 因為這個是難得夏天可以戴的這種 有點編織感覺的貝雷帽 給你們看一下這件橘皮背心 我覺得這件橘皮背心好好看喔 算是我覺得August最近的選品 我都還蠻喜歡的 這完全是我喜歡的類型 然後裡面就可以配各種洋裝啊 或是白色上衣啊襯衫都ok 然後今天的包包也給你們看一下 這其實是之前艾蜜莉在巴黎裡面 Emily她拿的款式 然後她之前是拿一個薄荷綠色 我其實本來以為她更小顆 結果實際收到 我覺得其實對我們的身高 對我的身高來說還蠻夠用的 只不過她有點沒那麼方便 就是她如果要這樣背的時候會這樣 形有點沒那麼順 所以她其實最好看的話是用手提 但也可以背啦 只是背起來我覺得她的 這個底部會太寬了 所以會這樣翹起來的感覺 這樣給大家參考 到台北了 我現在我沒有跟大家說我今天要參加什麼活動 好像沒有 我今天要去參加Allens的活動 他們有一個快閃餐車 應該是在這附近 我現在有點搞不太清楚 她是說在相提工廠 旁邊還有什麼的 對千萬眾 嗯 我刚刚参加完Oatlands的活动 然后我们等下去拦头发 拦头发之前吃个人 吃鲜汉 在外面也蛮好看的 yeah i like where we're going bal studying i like when we're going 啊 i like when we're going yeah i like when we're going babe i like when we're going 啊 啊 哈囉大家 我現在到家了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剛剛到底是去做了些什麼 我剛剛染完頭髮之後呢 就去拿我配的眼鏡 在這裡 這家是在東區的眼鏡行 然後它叫做good for eye 我覺得他們的眼鏡樣式也很好看 總之呢 簡單來說6月的時候應該會跟他們 有一波合作如果最近大家 有想要配眼鏡的話 看你們要不要等這波合作 有點可以折扣 蠻不少的金額的 我沒有都配有度數的啦 就是有兩副是配一般抗藍光眼鏡 這樣 這個是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款式 它是這樣子弧線的 然後它帶髮是這樣 因為這個我覺得戴起來它非常非常輕 就是戴起來是很 沒有負擔感覺的 這樣子 這個眼鏡戴起來好像是有點圓圓的 戴起來真的 我好像沒有戴過這麼輕的眼鏡 因為我這次配的其他兩副呢 我是配抗藍光的嘛 其他兩副就會比較重一點 另外兩副是這一個 一個是琥珀紋的 然後一個是黑框的 再來呢 我其實還想要跟你們開箱一個東西 今天收到的 剛剛回家看到的 登登登 我的十萬訂閱獎牌 欸這個寄很快欸 我大概破十萬訂閱沒多久就申請了 然後它從審核到寄出 可能一兩個禮拜吧 算是蠻快的 我現在要來開它 有想像中的還要輕 我也會很要分量感之類的 雖然說十萬訂閱獎牌 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了 可是拿到的時候還是會有一種 哇我被認可了的感覺 就是會覺得 我以後可以光明正大跟人家說 我是YouTuber 因為我十萬訂閱獎牌 裡面還有一個這個 哇 哇 銀色的 來 欸這可以掛起來欸 喔 跟大家分享我這個喜悅 然後我的名字呢 這邊就是打我的頻道名 It's Peach 來自YouTube 然後因為我今天早上打了第三劑疫苗啊 目前人是有一點點 感覺頭有點暈暈的 就是沒有那麼舒服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早點 休息早點洗一洗睡 明天呢我還有事情要去台北 大家明天見 早安大家 今天配的呢是有一點酷酷個性的日系風 先從我的上衣跟你們說 上衣這個是Tina Jojo的 這件我超級喜歡的 我跟你們說這件它還有另一個顏色 是膚色狀深藍色 然後那個顏色我也薄了 因為它這個透膚感覺真的太特別 然後它的捲邊都有一個特殊的狀色 而且它下面是透膚的 再加上因為它這件穿起來很舒服很輕膚 所以這件我一開始我們只買一件 後來就想說再把另一個顏色包了 再來外面這一個蕾絲皂衫呢 這件是Beams的 然後我的褲子是KBF的 一個橘色的寬褲這樣 這件褲子呢是屬於很高腰的設計 然後它的版型是這樣子漸型的 不過我覺得因為它很高腰的關係 所以它蠻適合搭配短板上衣 然後配起來也不會覺得比例太差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種感覺的 可是如果你是不害怕這裡看起來砰砰的話 這件是無法避免的 所以像我有時候就會配個罩衫 這樣子修飾掉這邊的線條 然後再細個皮帶 就可以讓這邊的重點再往上移一點 今天手上的飾品跟昨天差不多 那只有這邊左手的手環我換了一個 圈圈的這一個是Ray Beams的 這個只有日本有賣 台灣應該是沒有的 那再來我的這個 最近很常出現的大顆愛心香 這個也是Ray Beams的 然後是我的包包 這個是算是日系選物店 Midoli賣的 他們家是屬於台灣網拍 不過他們家進的衣服都是比較日系的單品 應該是一般合成皮的 因為我覺得皮質不是說真的非常好 但是還OK啦 然後容量還頗大的 看這個樣子就知道容量很大 能夠種得下我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我等一下要去台北呢 是參加一個美妝論壇 等一下再拍給大家看 睫毛高峰論壇 是開Beauty辦的 這個美妝鬼才我們的史丹利老師 歡迎他掌聲 嗨 嗨 第一次燙的時候呢 我們從根部把它燙起來 眼頭燙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也輕輕的往前走一點點 一定要用掉 因為出了這個門那個就 呃就是沒有效了 所以 我們結束了 結束了 我覺得 超值的 雖然我覺得就算我沒買產品 其實也蠻值得的 對啊 很值得耶 真的很值得 可以學到很多 大師技巧 而且有些小Payball 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 對 我覺得很棒 不能告訴大家 你來買票啊 拜拜 拜拜 我現在來微風南山這裡 逛逛 好可愛 好多可愛的小夾子 這裡有滿滿的兒骨夾 超多款式 這裡全部都是 而且不會很貴耶 還算便宜吧 可是款式我覺得比較普通一點 我的戰利品 超可愛的 我今天要大趕工 工作一下 前兩天都整個外霧太多 然後 沒有什麼剪片 所以我今天要趕工一下 我不太確定我今天能不能夠完成 然後我今天只有上了簡單的粉餅 還有上一點唇彩 今天擦的是這一支 Into You的唇泥 這個是N1的色號 Into You的唇泥呢 一直很想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其實買了五支吧 然後我買了 因為是我第一次買 所以我買了他們 好像這個是舊款的質地 然後這個是新款的 哇舊款的真的好乾喔 乾到會在嘴巴上都有七死皮的那種感覺 然後新款的是我今天擦的 它的質地就沒有那麼的乾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顏色呢 是蠻適合日常擦的一個 玫瑰色 這樣 好然後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穿的上衣 這個跟我昨天穿的是一樣的 同一件都是Tina Jojo的 然後我昨天穿的是黑色的 那今天穿的是膚色 撞身藍色的品結 我想說乾脆都穿給你們看 這個的話就很適合淺色系穿搭 像我下面配一個霧粉色的褲子 牛仔褲 然後像我昨天黑色那件我覺得就蠻適合 有時候想要一些 個性啊 褲帥的穿搭就很配 所以這兩件其實我都還蠻喜歡的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昨天去微風南山的戰利品 登 因為SUN啊他們在這個禮拜 在微風南山二樓有一塊閃櫃 然後我就去逛逛 順便在他們那邊買東西 買了耳環 耳環第一個是這一個 它是透明然後閃電曲線的 欸感覺我可以戴一下耶 我今天好像可以戴耶 我等一下挑一個戴 因為其實SUN的耳環 主要的特色就是這種壓克力材質 然後有很多不規則的形狀 不規則的曲線 那他們家也有做這種半透明的 就是像這個 這個紅色的 如果是要擺搭性來講 透明的是會擺搭 因為它能夠很自然的融入你的各種髮色 或是各種穿搭 那有顏色的話相對會比較挑一點 這兩個是耳環的部分 然後還買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個是可以勾在馬尾上面的一個圈圈造型夾 它有點像髮技的感覺 就是直接套在你的馬尾裡面 這樣就套上去 然後當做一個造型 這個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所以想說來試試看 而且尤其最近又要夏天了嘛 夏天就是可以開始 好好的研究編髮和綁頭髮這件事情 好然後再來是SUN的髮夾 第一個是這個 綠色的 然後第二個呢是這個 比較大一點的 這個也可以夾在 假設有邊髮的話夾在頭髮後面 這個圖樣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因為它能夠在我的髮色上面蠻突出 可是又不會很違和 因為其實我現場也有看一些像琥珀色啊 或是白色 好像在我的頭髮上會有一點點突兀 所以我最後覺得這個是最和諧的 那最後我還是有選一個透明的髮飾 我在想我今天要不要適用欸 可是我今天又比較偏素一點 不知道用起來會不會很違和 啊然後接下來除了SUN之外 我還有在他們店裡面逛一些其他品牌的 一些髮飾 還有耳環 對欸我是不是有買耳環 對 我還要買一個這個牌子 其實我這不太決定這種牌子 這個MUK的 這個品牌的耳環 欸其實這也不便宜欸 這個耳環要800塊 不過它是日本製的 因為我現場有看到Gody的耳環 Gody是最近 算是比較評價一點的日系品牌的飾品 它大概都落在一兩千日幣而已 可是代購價再加上有時候有折扣 代購價其實通常五六百塊 所以最近蠻多代購有在帶的 然後我實際看到他們Gody的耳環 我覺得有一些有一點點塑膠感 所以我就沒有買Gody的飾品 不然我原本還對Gody的飾品蠻有興趣 但我後來看中了別的 我覺得品質感覺比較好 就是它肉眼看的時候質感會比較好 不會那麼廉價那麼塑膠的感覺 再來呢是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頭髮的髮飾 這個很特別欸 這個是有一點像可以 就是可以圈住馬尾的造型 造型夾 我不得不說日本人真的很會做這種有的沒的 髮飾的東西 有彈性可以拉開 然後就勾住你的頭髮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而且它扣起來的時候 它這邊又是這樣子不規則曲線的感覺 我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再來另一個呢 就是比較好想像 它是這樣子的 它就是圈在馬尾後面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 背後這樣 就直接套在馬尾後面 它這裡有示範 就可以當作一個造型 這樣 大部分都是當作造型用 可能有一點點固定的效果吧 可是都還是要先事先編好頭髮 各位我用完了 給你們看一下 好像有柯南的拍 盡量拍的讓大家看得到 這樣子 我剛剛試了之後 我最喜歡這個交叉的耶 我覺得這一用上去就好有型喔 所以我決定今天帶這個 我覺得弄在背後 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己都看不太到 這樣 我現在是用我的Apple Watch在控制 我才開得到我的螢幕 今天的穿搭 今天上半身長這樣子 剛剛已經推薦過了 就不多說了 然後今天的項鍊呢 這個都是日排 我想想 這是Urban Research裡面的 品牌我有點忘記的 耳朵我戴的耳環是剛剛開箱的 我沒有戴上的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的飾品 感覺比較適合戴這種 有一點金色感啊 或是金屬感的顏色 那再來下半身的褲子 褲子我今天穿的是 Midori的 我剛剛又套了一件外套 想說今天比較涼 然後今天套了一個短板的這個 白色牛仔外套 這件是Selecto Mocha的 之前有在日排開箱 跟你們分享過 然後這件它是可以把 這件變成長板 或變成短板 但因為我今天穿的這件 褲子比較寬鬆的關係 其實配短板的比例會比較好 這樣子露出這邊的曲線 會比較好看 不然穿長板整個蓋住 會看起來有點笨笨垮垮的 今天想要喝這個 這個是我前幾天在全家 換的再睡五分鐘的私品茶 好像是蜜香紅茶吧 我想要自己加牛奶來喝 這個蜜香紅茶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點甜 我們當時也有買蜜香紅茶嗎 來喝 連我男友都說有點甜 他很 他很愛喝奶茶的人 他都說有點甜 然後它是有一點那種玫瑰茶味的 好加在一起我就還ok 再來今天的早餐想要吃優格 早餐第一個 早餐第一個 是不是太多了 今天天氣超差的 崩潰 然後偏偏要拍攝的時候天氣就很差 而且今天好冷喔 現在是5月2號 超冷的今天 OMG今天的攝影棚超美 而且今天是陰天耶 可是 因為他採光很好 所以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暗 太好了 給大家看看我現在的模樣 今天先隨意穿了一套過來 然後等一下要先準備一下 再來我的攝影師就要來了 嘿這裡光線很好耶 挺漂亮的 現在來拍 我這次的大重點就是我的眼鏡 然後剛剛在攝影棚看到一個 我一直很需要的帽子 剛好沒有這種帽子 但我很需要 我今天的造型非常需要它 太短了 收工了 從早上10點拍到現在3點了 然後我剛剛換好衣服 準備要離開了 哇整個爆累了 今天 而且外面天氣依然很差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好了 我今天穿了這個Mauzy的西裝外套 這件真的是每次想收起來 結果又發現天氣又變冷了 然後又可以拿出來穿 真的是剛好很適合 最近十幾二十度突然變涼的天氣 然後裡面我穿了一個 打底上衣 捲編上衣 這件是Sense of Place的 然後褲子呢 我穿了一個直筒褲 這件也是Mauzy的 這樣 Mauzy的一個錐形褲 然後鞋子是Castane的 大家早安 我剛剛早上呢 又拍了一個早上的片 我這兩天吧 我拍片的行程 拍的比較密集 是因為 我今天下午要去拔智齒 對 其實我 我有四顆智齒 然後 其中兩顆已經拔掉了 大概在我兩三年前就拔了 只是後來就一直懶著去拔另外兩顆 然後因為我現在五月底要戴牙套 戴牙套前的醫生說智齒一定得拔掉 所以我就安排了拔智齒 然後拔智齒完 因為我怕臉會很腫 所以不能拍片 就一直把很多拍攝的工作 提早完成 然後就預留了一個禮拜的片量 應該可以不用拍片 剛剛買了星巴克吃 我今天看到有新的東西耶 他叫什麼 紅茶雞肉堡 伯爵紅茶雞肉堡 這樣 裡面雞肉 然後他說外面的麵包 是伯爵紅茶味的 還有買了 咖啡 先喝副烈白 換燕麥 然後店員還送我一個 綠掛咖啡 然後我現在要來看韓劇 我最近在看色內相親 我跟得非常非常慢 因為之前色內相親在紅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看25 21 那時候25 21追了還蠻久的 那一直到最近才又有空 可以再追下一步 所以我就要開始看色內相親 你又要不如止 你怎麼說 你不知你們在說話嗎 我有沒有沒有 不知話嗎 你不知話嗎 但這是不是說話嗎 看手致重皮 你把頭看見 吧 早安大家 现在是我拔完至迟的隔两天 我现在其实这边的脸面现在还蛮肿的 只是现在其实已经不太会痛了 但就是脸还肿肿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笑 我好像没办法讲话讲得太大力耶 不然会有一点容易碰到伤口 所以我就是讲话必须很平稳的讲 慢慢的讲 讲也不能笑或什么的 不然会有一点碰到伤口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我今天应该去桃园办完事之后 就会继续待在工作室或是去咖啡厅剪片 今天穿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卷边上衣 这个卷边上衣和我今天的这个粉色的裤子 都是米兜里的 然后我今天这个背心是含霍August的 是不是前几天有穿过 好喜欢这个背心 今天的色系呢是比较属于雾雾的低饱和度的路线 然后我今天项链戴的是这个是A Saving Company的 然后今天先提一个黄色小包 这个黄色小包呢是虾皮的卖家 它叫 嗯不确定它怎么念耶 M-O-L-D-A-L Model吗 是一个这样子的缩口小包 然后再来我的鞋子也配这种焦糖色系的这双是Castane的 乐福鞋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不会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耶 所以看情况吧 就这样给你们看我今天的样子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包包的容量好了 因为它其实是软皮革的 所以其实它能够撑开的空间并没有 这样子拿起来看起来那么小 里面一些基本的东西都够放 像是我的补妆器垫 然后钥匙 AirPods 再来是钱包短颊还有一个的唇膏 这样就都还蛮够放的 再放一只手机也OK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收到的 一整组的这个韩国Neoflame的锅具 超级可爱的 我愿意为了这种锅子下厨 这个想说之后如果去录影的时候可以带